大家好 如果有留意我朋友圈的朋友会注意到 我最近在背诵《山寒论》 在这里呢 我先讲一下《山寒论》的一些版本 《山寒论》啊 大家都知道 它是由东汉时期的张仲敬写的 那个时候呢 大概是公元200年左右 然后呢 过了20年啊 在晋朝他有一个学生 叫王淑和 他就把那时候流传下来的《山寒论》啊 进行了整理 这是一个最初的版本 到了宋朝的时候啊 宋代的国家教证艺术局 林毅 孙奇 高宝恒 他们在宋志平二年 也就是公元1065年 正式课教刊发行了《山寒论》12卷22篇 这就是宋版的《山寒论》 然后呢 明代的赵开美 在万历27年 也就是公元1599年 翻课了宋版的《山寒论》 最后呢 就是当代的《山寒论》 大家刘杜周教授为首的 所写成了《山寒论教著》 所以呢 现在的中医院校 使用的大部分 都是刘杜周教授 教著的《山寒论》 我们以后可能会叫它 刘版《山寒论》 但这里呢 我会提另外两个版本了 一个呢 是日本的《康平本》 《康平本》《山寒论》呢 是《康平三年》 由世一丹波亚中抄路 《康平三年》就是1060年 这个就是与宋版的《山寒论》 是差不多的时期 01那时候是1065年 在日本的这个版本 后人称为《康平本》《山寒论》 我这里用的是 桂林本的《山寒论》 桂林本的《山寒论》 是个什么样子呢 这里呢 我们引用好安山老师 在他讲《山寒论》里面 对桂林本是这么讲的 他说 有个叫张绍祖的人 自称是张仲景 第46代孙 自称自己保存的一本书 是张仲景修改过的 第12稿的《山寒杂病论》 也是16卷 但是它怎么流传到现在的呢 我们也不知道 然后呢 张绍祖就把这本书 传给了他的一个弟子 叫左圣洁的 左圣洁又传给一个叫罗哲初的 然后就刻影发行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桂林古本《山寒杂病论》16卷 这本书 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凡在《山寒论》中 有错误的条片 它都改得特别的正确 天衣无缝 比如说 在宋版的《山寒论》里面 第176条 写着 《山寒》 卖浮华 此以表有热 李有寒 白虎汤组织 这么显得 李有寒 我们知道是不能用白虎汤的 因为白虎汤是去热的 要李有热才可以 所以呢 在桂林本啊 他就是这么说 他说 《山寒》 《卖浮华》 《辞》 《表无寒》 李有热 《白虎汤》组织 这么一修改 表无寒 就对了 因为表有寒 是白虎汤使用禁忌症啊 李有热 是白虎汤使用的适应症 所以只有适应症 而没有禁忌症 当然要用白虎汤了 这个修改多么严丝合缝啊 但是呢 现在的医学界 并不看重桂林本 因为呢 桂林本写得太完美了 真正医学界 学术界 他们讲究的是一个真实 有缺陷呢 也是真品的一个特征 太完美了 就给人感觉不够真实 还有一个呢 在桂林本中啊 出现了一些字眼 并不是汉朝所应用的 比如在桂林本中的 当彬斯尼汤啊 它就是写的 以牧通为名 但是这个牧通啊 是到唐朝 才开始用这个名字的 在唐朝之前的版本呢 都是叫通朝啊 通过这个呢 也要人怀疑啊 这本书呢 应该是唐朝之后的人 进行更改过的 但是从我们学艺来说 我们肯定是学最正确的版本 哪一本让我们的医术 更好地提高 我们就有哪一本 我是采用桂林古本 来进行学习的 当然 如果大家想 拿到桂林古本的电子版呢 可以私信找我药 谢谢大家